腹部緊縮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姐 很多人都問我要怎麼擁有 漂亮的腹部線條呢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五個在家都可以做的腹部運動喔 第一個 捲腹 直立躺平 膝蓋彎曲 雙手放在大腿上 接著緩慢的抬起上半身 好像看到肚臍一般 雙手順摸到膝蓋 同時一邊吐氣 體會一下腹部緊縮的感覺 接著再慢慢的讓上半身 回到仰躺的姿勢 整個過程中都要盡量緩慢 坐30秒 休息10秒再接著下個動作 第二個 側身V型收腿 接下來身體層坐姿 上半身挺直不圓背 雙手與肩平行抱膝 挺胸去膝腳懸空 讓膝蓋盡量靠近胸口 成一個V字型 雙腳懸空向前蹬的同時 雙手向旁邊展開伸直 做擴胸的運動 然後雙腳懸空收回屈膝靠胸 雙手做急掌 往返為一次 坐30秒休息10秒 接著再下個動作 第三個 抬腿直立躺平 眼睛朝天花板 雙手自然擺在臀部兩側 雙腳乘45-60度抬起 腹部用力放下雙腿 當腿快碰到地板前 再次抬起來 注意腰不要過度抬起 速度不要太快 坐30秒 休息10秒 接著下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 側身棒式 身體先向右側 右手趨放地上 右軸放在右肩下 以右前臂撐起身體 右腳側邊與地面接觸 左手擦腰 接著提腰 挺胸收腹 右側身保持一直線 運用腰帶動臀部 向下輕輕觸碰地面 再回來基本姿勢 坐30秒休息10秒 再坐左側 坐完後 再到下一個動作 第五個 棒式開合 到了最後一個動作 先將身體撐起 後腳打直 手肘是放在地面呈90度 在肩膀的正下方 夾緊臀部 緊縮核心肌群 手肘壓地 撐起肩膀 不要讓肩膀掉 如同 開合跳一般 進行30秒 休息10秒 五個動作結束後 再重複一次就可以囉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五種腹部運動 你學起來了嗎 想知道更多的運動分享 請鎖定一期video 我是林姐 下次見囉 掰掰